同门村长许贤美积极在秀林乡108年村林长联席汇报中 争取乡公所执行木骨木鱼游客中心前道路改善工程 而工程正式启动 许贤美感谢秀林乡公所与乡民代表赖惠美的协助 希望工程完成后可以具体的改善防汛道路 施工期间路灯不亮与道路积水等问题 确保居民进出交通的安全 同门村长许贤美表示 日前秀林乡公所召开108年村林长联席汇报 及第二次村长村干事汇报 他特别针对木骨木鱼游客中心前道路状况提出改善建议 也获得下面代表赖惠美的呼应 以及乡公所引入的改善 只要经过那个转角处 游客中心的前面那个道路要转到人寿桥那边 真的是很危险 很像池塘一样 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讲说那边的积水 从以前就是它的设施部分的话可能排水 再来就是那个水沟的部分 排水系统不是设施的很好 所以我们在去年的那个村干事汇报 还有就是我们的村林长提议 我们说要把那个木骨木鱼游客中心 我们村民都非常的重视这个问题 一定要改善它那个排水系统 那我们也很感谢我们的王乡长去年是没有这样的预算 今年度第一优先就是排除万难 就以我们的村民的安全考量 所以第一优先就是建议说就在我们木骨木鱼游客中心做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些工程 那也特别的感谢我们的赖代表一直在持续追踪这样的议题 木骨木鱼游客中心的设施算是蛮完备的 我们有像我们假日的时候会有一些部落市集 部落的一些市集 再来就是有夏天的比如说夏之送的一些活动 都会在我们游客中心办理 那也希望我们的农村产品也可以推广出去 然后我们部落的一些特色 也可以让许多的游客知道我们木骨木鱼的风景的美 跟我们的产业文化 喜学们表示木骨木鱼生态云区是花莲县新兴热门的生态旅游之一 但是游客前来木骨木鱼生态南道 往往会先到路口的游客中心查询进入朗道之后的相关资讯 但因为木骨木鱼游客中心前大陆常常寓以淹水 以至于施工期间路灯不亮的问题 严重影响到村民以及来往的交通 他在零七八八中提案建议公所执行改善 也呼应村民改善工程执行期间 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汛道路路灯不亮的问题 记得终于学校网了